第三九题,火柴是利用摩擦生热的取火工具,某种火柴是以火柴头与火柴盒侧边插化,同时产生热能,在促使火柴头成分中的绿酸钾和硫反应燃烧,其反应视为绿酸钾加硫产生氯化钾加上二氧化硫,其中WSYZ为反应系数,若Y加Z等于5,则上述反应中哪两个反应物质的系数均为3, 因为选项中有还原剂氧化剂,所以我们得了解谁是氧化剂,谁是还原剂,氧化剂是让别人氧化自己还原,还原剂是让别人还原自己氧化,我们的绿酸钾它失去了氧,所以它本身发生的是还原反应,所以绿酸钾是所谓的氧化剂,那么我们的瘤得到了氧,变成二氧化瘤,它发生氧化反应,所以瘤是所谓的还原剂,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平衡化学反应方程式,我们的绿酸钾加上硫,会产生氯化钾加上二氧化硫,这个氧呢,这边一个2,这里一个3,最小功倍数是6,所以这里要放2,这里要放3,然后呢,这边就有两个钾,所以这里要放2,那么两个钾就有两个钾,两个氯,跟这里是一样的,那这有三个硫,所以这边要3, 那么这个就是,这个就是我的Y,那么这个就是我的Z,所以Y加Z等于5,跟它的说法是一样的,那么现在谁是3,我们发现我们的硫是3, 我们的二氧化硫是3,那我们刚刚讲过我们的二氧化硫,我们的硫呢,是一个还原剂,所以我们是还原剂跟二氧化硫,它的系数都是3, 所以第39题问我们说,则上述反应器中,哪两个物质的迅速均为3,我们答案选的是株,还原剂和二氧化硫。